还记得在新兵日记里 那个超man的女士官长吗 现在她已经成功卸下女娇娃的身份 变成一个全新的流香词 不但拍摄性感写真 还在节目上大跳热舞 迷倒了不少人 一身粉嫩的贴身小洋装 露出修长眉腿 展现傲人身材 随便一个wave和剥头发都相当撩人 让在场的所有男性看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流香词已经完全卸下 那个凶巴巴的士官长身份 变身成性感小野猫 这个舞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穿高跟鞋跳舞 我真的当男生很久了 我真的当 我很久衣柜里面没有这种紧身的衣服 然后头发不会弄大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匪夷所思的表演 听我回味道来 是 请说 因为很少有女生可以没有这么多动作 就这么迷人 竟然连超颜柯的评审 KIMIKO老师都对她赞誉有加 可见流香词转型的非常成功 自从士官长爆红后 开始朝全方位艺人迈进 最近还前进帛琉拍摄性感写真集 帛琉真的好棒 在那个地方很放松 而且那个阳光空气跟水 然后让你觉得好像回到妈妈的怀抱 怎么会用妈妈的怀抱来形容 因为我觉得大自然其实就是母亲 然后这次在那边 在母亲怀里穿的又特别的少 天哪这样的话也太容易引人遐想 但大家只能听却看不到性感写真 还好主持人够机灵 抢先让大家一睹为快 果然是台湾版的杰西卡艾巴 每个post都让人惊艳 看来这个霹雳娇蛙 已经成功锐变成十足的小女人 明日新闻中的陈威宇台北报道